秀菊公司是一家原材料专业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擦洗用品公司 邓秀菊是秀菊公司总经理 是一位带湿巾行业的领军人物 他为自己的产品代言 而台风莲花呢预计中午前后会在陆丰沿海地区登陆 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省的台风 目前莲花正在以20公里每小时逼近接洋的惠来县 最大风力是35米每秒 当地已经是狂风暴雨了 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惠来现场的记者容小宇 小宇你好 好的主持人 这里是惠来县神泉镇的港口 那么现在我们现场感觉到这个风力已经大的人站不起来了 随时会被刮跑 我们现在只能坐在这石头中间 扶着石头为大家现场直播 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海水 架杂着雨水还有沙子是负面而来 眼睛根本就睁不开 那现在海水和这个雨水已经在远处凌生一片了 我们刚才在来的路上呢 就看到这些绿化带上面较小的一些树木 是已经被完全刮倒了 那么现在惠来现场已经发布了台风 红色预警还有气象灾害二级运机反应 那么现在因为这个台风影响非常严重 大家在家里是千万不要出来 待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在外面比较容易吹动的一些搭建的建筑物 还有广告牌之类的 这已经吹的遍地都是了 也会在这里 是为大家报道台风连花的影响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 好的小宇要注意安全 谢谢大家